歡迎光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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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叫貼片 就是把你本來的牙齒磨小 然後呢 貼一個瓷的 或者是金瓷的 Whatever 反正它就是貼一個 白色的那個瓷片上去 貼一顆牙齒要多少錢啊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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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亮光臨 我的媽啊 等一下 這個洗牙齒 沒有 我只有試過了 那你覺得有效嗎 我真的有效 好 什麼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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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素家本光美白好不好 有素效品的 它是凝膠狀抹在牙齒的表面 然後五分鐘之後再把它塑掉 很多女明星拍照我接她 就是接她擦這個 拍起來 立竿見影 馬上立即 但是很快也會不見 好的 不是你不知道 而是你到底知道些什麼 歡迎收看今天精采的 國瓶 這個牙齒是門面 人吃飯要張口 講話要張口 打她見也要張口 有時候呢 接吻也要張口 所以這牙齒呢 無時無刻都會出來見人 那如果這時候呢 你張開牙齒是一口黃牙 甚至是滿口爛牙的話 除了沒禮貌之外呢 人家印象呢 也會非常的不好 今天我們的國民女王 就要教大家 怎麼樣 因為據說牙齒不健康 其實會直接影響到 你身體的健康 有沒有這麼嚴重呢 歡迎牙醫師林紫堯 謝謝 牙醫師林紫堯 美白方法密集 一次給你知道 造型達人李明川要告訴你 美白牙齒有方法 今天的女王東軍 由錢柏妤帶領四位部落客 要告訴你們 利用牙齒美白小道具 不用花大錢 牙齒就可以變成肥泡泡 女王細菌 由蔻乃馨帶領四位部落客 要告訴大家 牙齒美白太重要 一定要花大錢 才能擁有雪白的好齒 對於她美白的概念是什麼 錢柏妤小姐 我覺得美白概念是 平常刷牙一定要 就是要很仔細的刷 吃完東西一定要把它清乾淨 不要把那個牙垢 留在你的牙齒縫 因為這樣的話 牙齒縫會黃黃的 久了以後 久會黃黃的 對 就是還有用那個美白牙膏 其實每天清刷牙就好了 妳敢說妳沒有花過錢美白過 有 我有花過錢美白過 那是不是妳應該坐到那邊去 沒有 可是我後悔了 我真的後悔 妳為什麼後悔 所以他們聽聽看 快點 因為我之前做冷光美白 因為我以前牙齒很好 然後是可以咬冰塊 冷光美白之後 開始變過敏性牙齒 我不能吃冰的 太冰 我都不敢碰到牙齒 你知道牙齒 只要刷就會白 跟我們錯的嗎 是錯的 因為很多人 天生啊 既不用常常吃檳榔 也不用抽菸 也不用喝紅酒 我跟你講牙齒的法郎指 天生救人是黃底的 我自己就是 然後你知道那個 跟刷牙是沒有關係 我們一天照三餐刷 其實白的還是很有限 就是黃的 妳說得很好 天生就是黃板牙 那怎麼辦 不行 因為我跟你說 門面太重要 我只要舉個例子 你知道我有一個大老闆的 那個他是那種 防重業的Leader 是 我跟你講他會下令 讓他所有的Sales 都去做牙齒美白 因為 你知道這根據可靠的統計 牙齒白的銷售 不管賣車子賣房子 銷售量都比牙齒黃的人要好 甚至還有老闆在應徵員工的時候 牙齒黃的鮮飯 因為很簡單 看起來就會覺得 你這個人髒髒的 或者有口臭 對 對不對 那是感覺問題 它真的很影響門面 我覺得自然太美白 並不是說我們不要美白 我們就是用比較 溫和的方式 然後我們就是每天 養成良好的習慣 就是刷牙 或者是你喝咖啡 濃茶 會軟到牙齒的顏色的時候 我們喝完就是喝水漱口 就是養成一些比較基本的習慣 對 然後再搭配一些 像每天都會用的牙膏 我可能就選 那我用就像牙齒的面膜一樣 我在國外買的 它就是 齒膜 像有時候可能要拍照 或者是有一些活動 你可能這幾天 就像家常敷面膜 你就是敷這個 立竿見影嗎 我覺得隔天 就連續敷幾天之後 會比較亮 妳今天帶了什麼 這是美白筆 這是時候去 美白筆 對啊 美白筆就是專門美白牙齒 就是睡前刷牙齒上面去睡覺 然後就是會 刷牙齒去睡啊 對啊 那可食用的 可以… 我這樣說好了 之前我試過 然後其實我這邊這顆牙齒 是貼片的 其實它很貴 什麼叫貼片 就是把你本來的牙齒磨小 然後貼一個瓷的 或者是金瓷的 Whatever 反正它就是貼一個 白色的那個瓷片上去 貼一顆牙齒要多少錢啊 兩萬 我有貼本牙 對啊 兩顆 我的媽啊 好 馬上來 我們現在在你解讀以前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現在的網路大調查 擺脫一口黃牙的最好方式 第一名 醫療美白百分之四十四 第二名 完美刷牙百分之三十一 第三名 貼片美白百分之十三 第四名 居家美白百分之十二 醫療美白是什麼 醫療美白我想大概就是指 牙醫師提供的美白 譬如說像冷光美白 這是貼片嗎 沒有 這些都不 這是美白之前 還可以你比出來的顏色 美白之前 對 這之前 右上方那一張是正在做的樣子 過程 這正在做 對…我們把藥劑提供上去 然後這個做我下面這個做完之後 是不是 它大概擺了三階吧 差不多兩階是不是 我們這邊有個色卡 這就是色階卡 對 這就是我們一般 在牙醫診所所使用的色卡 我們這樣的排列 大致上我們大家可以發現到 偏左邊 左邊的地方是比較白的一個部分 右邊的地方是比較黃的部分 那通常我們在做冷光美白的時候 大概可以進步大概八個色階 八個色階 一般大概八個色階 所以就是說譬如說假設我們 譬如說假設從這邊開始 大概往左邊數八個色階 一般我們會認為 這個大概是 也大概是極限 也是如果 那你可能就要直接貼片對不對 對…我們可能就得靠 貼片的方式來做 冷光美白大概多少錢 大概一萬五到兩萬五左右 這個比較合理 做冷光美白有沒有什麼樣的 可以跟分享的經驗 爸爸 就是之前去做 那可是我已經大概四五年前了吧 然後那時候弄的時候 就是真的 因為真的太痛 真的超痠 然後結果我就跟醫生 我一直拍醫生跟他說 我很痛 然後結果醫生就不理我 然後我就很生氣 然後但是後來我問別人 就很多人都很痛 因為他那個 你要先弄一個 維持你的嘴型 還要撐開那個 讓光可以照 嘴巴小一點的女生 有時候會 對 我也有撐破 他會一直把你擦那個 很醜耶 你不覺得嗎 對 很醜耶 很醜耶 剛剛就像你這樣子 因為舌頭會吐出來 所以它會有一個 阻擋的像是牆壁一樣 把你頂住你的舌頭 很難受 其實痠是痠在牙齡 就是牙齡跟牙齒交界的地方 你會覺得好像有一個 小小的那種 小老鼠還是什麼 在你的牙齒這邊跑來跑去 結果這邊 譬如說這邊的神經突然 它會跑的 其實它就像有人 那種感覺 最痠是 最痠是弄完的 當天晚上或第二天 那個痠是 你知道就是 真的 是持續一直痠耶 對啊 怎麼會持續這麼久了 其實一般研究大概痠 通常會持續痠到四天左右 只是為什麼大家會痠的原因 其實會去想說 可能跟敏感性牙齒有一些關係 也就是其實可能牙齒它表面的結構 就已經有一些些受傷了 那我們再去做冷光美白的時候 那些藥劑 就直接給牙齒刺激了 那我想請教一下醫生 所以做冷光美白 到底會不會傷到牙齒的法郎指 其實基本上 我們美白的原理 是利用 有點像過氧化氫的一個藥劑 過氧化氫可能大家聽不太清楚 我們覺得講 雙氧水 大家大概就知道了 所以其實我們可以把它想成 好像是在牙齒上面放個雙氧水 那我們再用個冷光的能量去加強 當然我們並不是放雙氧水 我們是放某一種藥劑 那這個藥劑在過程 這個過程當中其實 它並不是酸 我所謂酸是像硫酸 鹽酸 其實並不是 所以基本上 這個藥劑它只是針對牙齒上面的色素 做把這些色素分解成小分子 然後最後再溶解掉 所以它基本上對於牙齒的硬組織 是沒有任何傷害的 所以不會傷法郎指 對 所以其實嚴格講起來 它是不會傷害 你肯定 法郎指的硬組織 你確定 是的 確定 那個琪琪 我本身是不會那麼酸 所以我就是 而且我有打麻醉 對 我一開始有點痛 真的嚴重 對 它有點打麻醉 因為它是先 因為我平常是 但是做完以後 它有一個後遺症就是 它其實就變成 有點敏感性的牙齒 因為我本身是 就是像前教學 就是吃冰塊都不會痛 但是我就會變敏感性的牙齒 又多了一位了 又多了一位了 這樣東西你找到夥伴了 謝謝 來 來 聖典 其實我事後 真的沒有什麼太大的感覺 也就是說 例如說像酸啊 什麼三四天 其實我真的也沒有到那麼刺激 可是我唯一最大的缺點是 我喝咖啡馬上會變化 可是我那時候就有在問醫生說 可是我每天都要喝咖啡怎麼辦 他就說 那你就用吸管 我看你現在的牙齒 你做這樣做多久以後 我是全池罐 我上面是整排全池罐 然後做完全池罐以後 你就是要做冷光美白 因為我矯正完以後 我的那個 牙齒很黃 對 然後可是全池罐又非常白 所以等於我上下一定有差 所以我一定要做 那看起來不是更噁心嗎 上下 所以就一定要做 你不做就交不出去 你冷靜一點 你的好病不是牙齒造就的 好嗎 可是我非常在意牙齒 因為我連男朋友的牙齒 也非常在意 這就是你男朋友是不是 對 我每個男朋友 幾乎牙齒都是 每一個男朋友 交過幾個男朋友 不要告訴你 他的前男友 他之前就矯正 而且我一開始看到他 我就是因為牙齒 對 很嚴格嗎 沒有 我說我更嚴格 我覺得牙齒很簡單 真的假的 你好嚴格 你會先喜歡上這個人的牙齒 才會去考慮要不要喜歡 笑容就是他笑起來 牙齒很整齊 我就覺得這個男生OK 那剛才你說的 什麼冷光美白的冷光劑 不會傷到法郎值 什麼會傷到法郎值 你之前有沒有帶東西來試驗 你給大家看一下 是的 其實我們一般還是認為 這個法郎值是會被酸 所以其實 其實我們每天在吃的東西 其實這個酸的程度 其實還滿高的 譬如說像 啤酒 紅酒 柳橙汁 蘋果汁 其實這些東西都是屬於酸性的 都會侵蝕 對 這些東西 其實都會腐蝕牙齒 我想用侵蝕可能還不夠下流 是會腐蝕牙齒的 所以這大家可能都還不知道 你姐姐 喝完馬上漱口 對 喝完馬上漱口是OK的 是OK的 這是一個滿好的方法 但有些觀眾朋友可能會想說 那喝完之後我們馬上刷牙 這是一個好方法嗎 我有刷號 我就是刷太 就是常刷刷牙 有時候 牙齒一個凹洞 對 所以其實 要刷到牙齒 對 是的 也就是說當我們在喝完這些 酸性的飲料的時候 現在醫界已經開始 不建議 不要立刻刷 因為它正在脆弱的狀態 對 因為是牙齒最 髮量質最脆弱的時候 你看多聰明 我們如何來做個什麼實驗 讓大家看一看 林子堯醫師 五十牙齒實驗 現在馬上開始 那我們現在把鹽酸倒入 其中一個 我們拿到這邊好 這樣會比較清楚 這就是鹽酸嗎 是的 那是鹽酸 好可怕 就洗廁所的那種 是的 是的 就是 它特別強調這個是好的品質 無菸鹽酸 不會這樣撕撕那種部分 不會 這濃度大概有多少 這個大概 撕脂質是很酸 那是強酸 是的 是強酸 那大概是這樣 其實牙齒的髮量質的主成分 是一個叫 輕氧靈灰石 對 沒關係 那這個東西 其實我們在醫療上 其實還滿常用的 就是我們 有骨粉 骨牙齒的那個骨粉 不是 是人工質牙 或者是一些骨科手術 用到的骨粉 或是假鼻子用的 對 像這樣子 它其實大概有 大概六成左右的 輕氧靈灰石 所以其實我們可以把它想成說 大概跟這個牙齒髮量質的 結構算很像 類似的啦 對 類似的 大概是這樣 所以當然我們 這叫做個對照組 一個實驗組 一個對照組 當牙齒遇到鹽酸之後 到底會有多可怕呢 現場用兩個分別 裝了PH5的水跟PH1的鹽酸 將牙齒和骨粉放在裡面 看看數分鐘之後 牙齒與骨粉分別 會變成什麼樣子呢 各位觀眾 讓咱們繼續看下去吧 那這塊骨粉 我們當然先放在清水裡面 那當然怎麼放都不會有問題 對 一定是沒有事的 那我們當然也放一顆牙齒 放一顆牙齒 所以這個就 就算是對照組 這好像是巫婆要施法 實際上其實應該還是要看牙齒 加三顆毛髮 加一顆牙齒跟指甲什麼 這應該是舊齒 沒有 這小舊齒 小舊齒 好 那接著我們大概就 然後再放一顆放到酸 過解牙齒的暗沉迷思 你牙齒會暗沉是不是 真的 譬如說 你如果這幾天常常熬夜 公開壓力很大 這牙齒很擾晃 我說 我個人認為應該可能是 是因為工作太累了 熬夜 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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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接著我們大概就 再放一顆放到酸這邊 其實 大家可以 攝影機可以戴上 開始有一些是在冒泡 有耶 算是有一些是在冒泡 不過 這不是最恐怖的 因為其實 這個在冒泡 這樣其實 因為髮膿 我們並不會看到它不見 因為牙齒的結構很多 不過這個骨粉 當我這樣放進去 大概過3到5分鐘之後 它就會不見 它會消失掉 侵蝕掉 是融化掉的 Oh my God 將牙齒跟骨粉放入鹽酸後 牙齒會立即冒泡 骨粉將慢慢融化 到底這幾分鐘之後 會變成什麼樣子呢 6分鐘到 看一下… 不見了耶 不見 骨粉不見了 真的耶 剩下一些屑屑有人碰它吧 沒有 你們可以作證嗎 對不對 這個粉就這樣消失了 這牙齒被侵蝕到什麼程度 不好說 但它表面剛才起泡 已經起到一個程度 現在… 所以表示我們把狼子也會被刺 小心… 小心… 小心喔 好… 我意思很好 不用擔心 看到了 酸對牙齒的侵蝕非常美 來 進去看一下 我們今天的女王大調查 接下來有其他的數據 我還沒刷牙 放在我們節目的最後 好 接下來 貼片美白 這就是剛剛說 一顆兩萬的那個 是… 貼片美白 貼片美白到這邊 有沒有貼片美白 兩位 你看 你什麼都有 你們做這邊的客戶 可是我知道缺點了啦 就是我做完就 後悔什麼 因為 我本來的牙齒很利 可是做完之後 我牙齒變得很鈍 然後咬東西都笨笨的 咬不斷 因為我是做門牙兩顆 因為我以前是有做薄薄牙 然後我自己不喜歡 所以就把它貼掉 所以有些 粗纖維的青菜 不知道打成痴才能喝 不會 這是比較不能啃東西 你看我這一顆是貼的 就是紅葉這一顆 門牙紅葉這一顆是貼的 來 牙齒再大一點 這顆 好 我跟妳講 它的好處是 立刻就可以改變顏色 對 那我為什麼要貼這一顆 其實是不得已 我當時不是為了美白貼的 是因為有一次 我咬一個比較硬的那種螃蟹 還是什麼 把我的牙齒 是本來的牙齒要斷了一半 你知道嗎 就這樣這麼銳利的 斷了一半 對 它就斷了一半 然後就變成我的 本來那個牙齒呢 缺了一片 那這時候你只能貼啦 因為它就凹進去了 OK 所以我那時候就把原來的牙齒 磨小了以後 等於再貼一個牙齒在外面 就變成它的門面 就又回復原來的漂亮了 可是它的麻煩是 除非我整口再去做一次冷光美白 要不然的話 怎麼講呢 我這個顏色沒有辦法跟我本來的 紫色完全一模一樣 對啊 就是它很難找到完全一模一樣的 這麼多顏色讓你找找不到 真的沒有辦法完全一樣 你看它已經找得最接近了 可是你不覺得我的門牙跟這個牙齒 還是有一點點差 一點點 一定會 你不講其實我們看不出來 對 但是它已經很接近 但是還是有一點點 而且它的缺點是什麼呢 貼完以後醫生有跟我講說 咬東西要特別小心 因為它畢竟是死的 所以如果我再一不小心咬到牙根 咬到叉子 它很可能就斷了 醫師今天剛剛有帶來這些 所謂的貼片 對不對 貼片它的顏色 是不是一般美白做不到的 如果患者今天的要求很高的話 大概只有貼片做得到 這個這樣上面的顏色 大致上一般人的顏色 都涵蓋在裡面 對 大致上都涵蓋在裡面 不過我們這邊還有一個秘密武器 秘密武器 還有一個秘密武器 我稍微比較一下 在我右手上的 右手上的這個大概是 一般人不會的顏色 一般人做不到的顏色 現在韓國藝人都是這個顏色 對 你這麼不自然怎麼會叫做秘密武器 導說實在的嗎 這不自然怎麼會叫秘密武器 為什麼一定要自然的 這樣漂亮啊 真的有患者要求我們做這樣的顏色 對 我們有必要為了這樣擺 去破壞我們原本健康的牙齒嗎 因為牙齒比較有雲飛的 你真的很有智慧 因為他一直磨 他問得非常好 你回答你 謝謝 我個人認為應該是不太需要的 當然嘛 有良心 對 這個醫生可以交 這個朋友可以交 我們看看這誰 真的你啊 那是生田之前嗎 多久前的照片 差不多是三年前 三年前 真的 各位親愛的好朋友 我們來看看生田 那以前 他的牙齒生田是長這樣 所以生田你本來的 紫色就比較黃對不對 對 你扣進牙醫那天都比較黃 沒有 我個人是天生 其實牙齒就是偏黃的 跟我一樣 天生的 所以我就是一定要去做冷光美白 然後再搭配之後後續的 例如說 因為我個人會喝咖啡嘛 那我也沒有到那麼細心說 我一定要用吸管喝 所以我會變成就是說 我類似做一些保養那些 都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 但牙齒的形狀還滿好看的 對 牙齒形狀算不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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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牙齒形狀漂亮 給大家看一下 顏色不漂亮的就好 顏色不漂亮的就好 顏色不漂亮就扣分啊 可是你看它現在變白啊 這算白嗎這樣子 還好 我們已經做其實很久了 可是我真的 差不多做三年多 快四年 差不多快回來了 該再來預約了 你問你的牙齒花了多少錢 差不多 我那時候醫生講得很好聽 他說我那時候花快四萬 四萬 沒有 那時候 其實沒有 我跟你講 那時候醫生跟我講什麼 我們這裡有保固 那我還會再後續給你 就是一些後續的保養 居家美白 對 居家美白的東西 可是真的我是覺得說 其實我也花得值得 為什麼 因為其實後續的東西 其實因為我個人 自喜的例如說 一些生活習慣本身 就其實沒有很好了 所以我就弄了一些 居家美白的東西 可以讓我維持到現在 居家美白是我們的第四名 只有百分之十二的人 百分之十二 一百人裡面只有十二個人 居家美白跟 去給醫生弄最大的差別 不是那個白的問題 是透度 是那個透亮的感覺不一樣 自己做的 沒辦法做到透亮 我就講了 真的 譬如說 你如果這幾天常常熬夜 工作壓力很大 你的牙齒會比較黃 是嗎 會自然比較黃一點 顏色會比較沉一點點 其實我們個人 我個人認為應該可能是 因為工作太累了熬夜 沒時間刷牙吧 打蝦 真的嗎 真的 打蝦 因為我自己對於牙齒白 這件事非常敏感 所以如果那幾天都熬夜的話 你整個面有菜色 你就覺得牙齒的顏色 也會跟得很沉 就不亮 繼續的分享 其他的居家美白的概念 給我們聽一下 好看 剛剛馬希 我的話我個人也是 平常保健就是用 美白的牙膏 然後我會用那種 外面有那種也是美白貼片 美白牙膏經常性的刷是有幫助的 我覺得有耶 有幫助 Eason剛剛服裝什麼 我想問兩點 你醫師 美白牙刷 因為有些人說會傷髮膀質 是不是 還有那種拋光的效果 你好 那個例子 其實但我們要研究說 但美白牙膏大概是哪些成分 還是成分的問題 對 還是成分的問題 我想成分應該不會差距太多吧 因為美白的效果就在那邊 對不對 可以有的美白牙膏很刺激耶 有差嗎 醫師 有啊 其實應該是有差 有些美白牙膏是它裡面 可能有一些美白的成分在裡面 我覺得應該這樣說 我自己研究很多美白牙膏 我覺得有一種是 有點像磨砂膏 你知道像我們洗臉去角質那種 有粒子的 然後有一種是沒有的 對 磨砂膏怎麼會變白呢 就是那種磨砂膏的 有一種粒子的 我覺得其實如果太常刷的話 會產生剛剛你說的 就是牙齒會有一點小刮痕或紋路 表面會變粗糙 我想這個是在現在韓國最 最紅的 美白牙齒心髮毛全場驚呼連連 這個我來講一下冷光美白好了 很多年明星拍照有見他 就是見他擦這個 拍起來 馬上粒子 磨砂膏的有一種粒子的 我覺得其實如果太常刷的話 會產生剛剛你說的 就是牙齒會有一點小刮痕或紋路 表面會變粗糙 我跟你講這個是在現在韓國最紅的 一種叫做 你可以說它是牙齒的貼片 它也像 有點類似像牙膜一樣 我給大家看喔 這個是七天的療程 我這樣打開 它裡面有分上下不同 它有 沒有 它是上牙跟下牙 上牌 你看像這個寫下牙有沒有 好 我們把牌子折起來 然後這個寫上牙 然後它裡面是長怎樣的東西 我貼給你看 很有趣喔 你打開來 它裡面 妳為什麼不用我的牙齒來做實驗 因為我跟你說 我的牙齒我有每天貼 而且我只貼上牌 你看它已經有色差 有沒有看到 有 有差 下面比較黃 有對不對 下面比較黃 真的 真的看 差多了 對不對 牙齒是很漂亮 可是顏色差很多 對 可是你知道我跟妳講 我下面的牙齒並不是黃 因為我本來的寶藍石比這個更黃 我這個下面已經做過冷光美白的顏色了 你看 不 我跟你講 因為做冷光 要貼下牌給你看 沒有 我要貼上牌給你看 因為你知道它馬上就可以看得出來 因為它會立刻起反應 很有趣 可是你白的已經白了還不錯 不 它會比現在還白 你先看現在的顏色 好 現在差很大 待會差更大 這個意思 這個是一個膠帶對不對 你就這樣撕開 然後它中間有一個這個 缺口的地方 你的對準中間這樣 這樣貼就好了 它好像保鮮膜 很像保鮮膜 而且最厲害的是 你貼著還可以繼續講話 就完全不受影響 因為它很薄 因為它這樣子就已經在做美白了 然後理論上是要貼一個小時 然後我的感受是 完全沒有感覺 就這樣貼上去 你只會覺得你貼了一個東西緊緊的 然後你就照打電話 然後一個小時之後把它撕掉 我上下本來是一樣的顏色 真的有吧 你知道我為什麼只貼上牌嗎 真的嗎 因為這樣比較神 因為我笑的時候 只看得到上牌這樣子 你知道一般微笑線 只要看到上牌就好啦 所以它有上牙跟下牙 可以用七天的話 我就可以用14天了 這樣很符合節儉的原則 其他人 快 居家美白多誇張 其實我有一個比較偏激的想法 因為那天就是有一次 我在整理家裡 然後你知道嗎 這是什麼東西你知道嗎 海綿不是 洗那個流理台 有一次我就說 科技棉 對 然後有一次我就忘記了 就是不用放洗潔劑 就可以洗東西 就可以直接刷 是科技棉 然後呢 對於我來說 我覺得這樣抹一抹的話 我的牙齒就會 那個夠夠 黃黃夠夠就會掉 為什麼 因為那時候我在清理我家 任何東西 就怎麼抹 怎麼擦都擦不掉 然後我拿時候拿科技棉去擦 然後想說不對 什麼原理的這個 這樣的原理是不是可以拿牙 掏在牙齒上面 我問問問我 你拿這個洗牙齒 沒有 我只有試過耶 我真的覺得說科技棉 就是對於比較偏激的方法 可是我覺得 你這個很香 這就有效 這就有效 不是 你拿這個洗牙齒 不是 你拿這個洗牙齒 你這裡家會不會 隨便都拿東西 不是… 這是新的 我真的就是拿新的 那你覺得有效嗎 我覺得有效 我現在可以去試試看 給大家看 試試看 你需要鏡子嗎 好… 十用錢 十用後來 十用錢 我擦這一顆好了 擦哪一顆 擦上面 擦牌好了 好… 擦四顆好了 對 我擦 我看到毛玉龍的聲音 好了啦 那時候起金魚疙瘩了 有 有耶 沒電耶 沒有電 再一次 有啦 沒電 有啦 好像是有 那可能是要刷還沒刷乾淨 那是因為你上面有指垢被刷掉了 對啊 可是你沒有刷 我剛剛聽那個聲音的感覺 好像是傷太白了 對啊 對啊 你剛剛感覺好像又來擦 對啊 它的表面那個什麼 那個人工材質嘛 那個是屬於人造的 本來就是 在乾的表面上 本來就會有聲音的 這很正常 那不然其他我就是會用 這一家美白一樣 對 差不多 可是因為我會 美白效果好不好 還不錯 因為我會喜歡它是因為 可以牙齒打美白 真的對了 對 因為我會覺得 喜歡它用這種東西 是因為它其實對於像貼片 可能我自己牙齒 可能是比較沒有那麼的 就正面看是平整 可是從側面看 其實可能會有比較 有弧度的 對 有弧度的 所以對於這種東西 會比較讓我 浮貼我個人的牙齒 任何一面 它特別強調是Faster White 非常的樹白 對不對 它是只要30秒 就可以立即見效 然後它這個 很明顯嗎 我覺得還滿 就是可以差一接兩接的顏色 因為它這個是算一個療程 30秒就好了 它有這樣子 這只要30秒就好了 擠進去 擠進去 然後就幫你上牌 然後下牌 它什麼材質這個 沒關係 其實基本上 應該都還是過癢化清回去 還是過癢化清 對 都是一樣 都是這個材質 是濃度的不同 這樣一盒要多少錢 這樣一盒其實 不貴嗎 要不要上千要吧 差不多 幾千塊 差不多 一千出多 他們這些對我來說都太小case了 我剛剛還在想說 為什麼就會找李明串來 因為 我是個個人素家的冷光美白 好 就是一樣是一劑二劑 在家裡做就可以了 就是你做完冷光之後 你做維持的 那會不會痠 不會 這個完全不會 完全沒有改摸 這是低波 你是去咬著是不是 不是 它就是你上完藥劑之後 你先開 然後含著它 就是你的牙齒套著那個上面 不用到用力咬 就含著就好 因為它的藥劑一樣 會到你的牙齒上 你有完之後 你有習慣沒有 這組是新的 因為要帶新的來介紹 這組貴嗎 對 不貴耶 真的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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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光是什麼光呢 冷光其實大概就是 偏藍色的光 對 只是它為什麼叫冷光 它沒有熱 它不產生熱 因為產生熱會對牙齒造成酸 造成敏感 我們就形成了另外一種顏色 往上淡 就對不對 是不是這個意思 它造成一個東西它變得 它去激發那個 光感應 對 是的 就是光催化的反應 其實它這個阿川 李明川 它用的這個 它花費還不只在冷光燈上面 它真的是 你先說你用花了多少錢 為了你的牙這口牙 我光買那個 就是每次去美國買 美白的那個凝膠 它一個Set 大概是台幣三四千塊 OK 然後我對美白牙齒今天是非常的在意 因為我覺得 所以我們要看一下 這個牙齒 看一下 好白 是吧 首先刷牙一定要有對不對 這個超級白 對 刷牙的美白牙膏 美白牙膏我用過這個是韓國最 就是 我覺得它白的效果最好 最不刺激 然後你每天用 它的那個亮度很特別 但是這個牌子 其實台灣也有 但是牙膏只有韓國買得到 像一般我們看到有AG就是這種 所謂 可以讓你的牙齒變白的一個 很重要的成分 AG是什麼成分 對 什麼 很延續對不對 看起來很像那個 狗狗 狗狗用的類型 它其實是一種 樹 樹幹 樹枝 樹枝 對 拿來幹嘛用 刷牙 就是截牙用的 直接剪 比如說有些人他在 長期在外面露營 對 黑人土住 他們會拿這個東西來磨牙 就是這樣磨 直接利用 它是剪開來 然後直接這樣子刷 所以你如果沒有辦法刷牙 你可以把牙齒表面的一些齒垢 醃垢 久垢 都可以弄乾淨 那這個也很久 剪掉 一個人用一個月都可以 差不多 它是有點像要把皮削掉的感覺 好美喔 好像削切皮喔 放那種 就是這樣當圈筆刷這樣的嗎 對 然後把外面的那個 樹枝的東西消掉 然後直接這樣磨 真的嗎 好酷喔 你要不要鏡子 對 原理是一樣 但是因為它這個是 天然的 而且它的這個美白的效果 清潔效果非常好 林醫師 是 它的原理又是什麼 我想應該只是就是 摩擦 它當成摩擦 很快 對 誰知道露燈 有多平衡 全個樹枝很快 它的出解力比較 對 它就越來越是棉 那就用那個科技棉就行了 所以那個很可怕啊 不會啊 這個 這個要黏一幾百 這樣比較幾百 樹枝比較貴 你這一根多少錢這一個 這一整盒大概約莫 我想想看 沒有 大概有五十隻左右 醫生如果神力 我會覺得樓下應該也滿多的 樓下可以貼 也一樣 你們真的不懂 你們不懂 你們不懂 再來跟大家 用那個美白的貼片 像乃欣姐這個很不錯 這個是真的是在網路上 還有很多 非常紅 再來我要講 為什麼我要特別講牙托式的 其實大家剛剛都片面的在講說 比如說貼片的麻煩 牙托怎麼樣又怎麼樣 但是卻忘了一個最重要的事情 每個人牙齒的長相不一樣 所以如果像我是有點 側面也是有點比較突出的 微爆型的 你如果用貼片 其實有很多死角 所以為什麼我特別要強調 用牙托式 如果你的牙齒的形狀 不是很整齊的人 你就要用牙托式 不可以用貼片式的 貼片式都直接心安的 可是貼片式的不能 海欣姐是因為牙齒很漂亮 平整 因為你夠平整 而且它已經開始作用了對不對 有 很白 很白對不對 你有沒有已經產生一些什麼 小氣泡什麼的 它已經開始作用了 有沒有很白 是的 已經有氣泡在裡面 有氣泡在裡面的反應 對 它可以 花絕反應 再來呢 我還會隨身攜帶這個漱口水 美白的漱口水 這是漱口水 漱口水 而且它最有趣它是有口味 它有 所以你在漱的時候 心情也會滿好的 你這個弄杯的傢伙 你要輸出看嗎 有多少錢 有 有了吧 我好沮喪 因為你 好 來 看 有沒有 有啊 你知道我弄你的 其他貼在手嗎 我想讓他知道裡面有 裡面有那個水 這是什麼薄荷嗎 還有一個 這個也是我平常工作的 請你跟我這樣刷 美白牙齒服是夢 上下刷 上面的牙齒 正直直接往下刷 這個地方 盡量避免 單純的水浮上下刷 我坐電視這麼久 沒有人這樣介紹刷牙 這個也是我平常工作 塑膠型的 它是凝膠狀 抹在牙齒的表面 然後五分鐘之後再把它束掉 很多女明星拍照的接她 就是接她擦這個 拍起來 馬上立即 但是很快也會不見 所以這是 就是平常工作可以用 來 黎醫師 她都介紹過了 我個人覺得 這個我真的覺得滿訝異的 真的嗎 因為其實接觸的時間非常的短 那如果說真的要產生 這麼大的效果的話 那代表過氧化氫的濃度 應該要很高 所以我會覺得 這個我是覺得可能 在所謂的醫學原理上 講起來邏輯 邏輯有點尷尬 是不是 完美刷牙 在整個擺脫一口黃牙裡面的 排名第二名 有百分之三十一的人 一百個人有三十一個人 都是用這樣的方式 進行完美刷牙截止 來 兩邊的部落客 任何自認自己很會刷牙的服務 女王東西軍各派出TOMOCO 以及法法進行刷牙比賽 看看誰才是真正的刷牙王呢 我們準備了牙膏給他們使用 分別介紹一下好不好 來 其實大致上 最左邊這個似乎是牙粉 這是牙粉 對 其實它除草度 應該是滿大的 怎麼是黑的 它這邊它是用那個 添加了 好不好 這個呢 其他的大致上都是屬於 美白牙膏類型 去淹購除口臭的好不好 這個美白的厲害 一般常見的牌子 對 C牌 好 叫C牌 這個呢 感覺很厲害 感覺很厲害 這是誰 誰提供的 我的 這是什麼的 它是美白的 然後也有就是 也是清潔一些雅菌版的一些 美白清潔 然後可以去除雅菌版 這小條的跟乳液一樣的是什麼 旅行用的 它也是有一個獨特的配方 可以預防 預防這個色素容易沉澱在牙齒上 預防色素沉澱 一樣有美白效果的 我聽說那個 你的那個跟人家不一樣 是不是那個 它有一點點顆粒 那有顆粒的給我一下 OK 我們列入考慮 好 喜歡用有顆粒的可以參考一下 這樣 這樣 這什麼 這是 牙菌版顯示器 牙菌版顯示器 待會兒就要讓我們 林醫師來檢查 好 所以我們現在 遞上牙菌版顯示器 在小棉球上 小棉球上 對 小棉球 不好意思 來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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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 對 前面哪會有什麼牙菌版的 謝謝 不一定 好 前面這樣就OK 好 好 好 我的媽啊 謝謝你 是不是代表 其實你說 等一下 它這個如果有牙菌版的話是 等一下 它就會卡在上面 卡在上面 所以這是一個很殘酷的考驗 什麼意思 應該是說 那個射擊會留在那個上面 對 射擊會卡在牙菌版 這個 這個顯示器 會跟牙菌版結合在一起 結合在一起 是 我找到你了 它就跟牙菌版抱在一起了 所以怎麼扒也扒不掉 這樣OK 我懂意思 兩邊現在 好 好 好 你先漱口 對 可以開始漱口 你先漱口 不行 要開始漱口 因為它有等你了 你要等一下 在...還在 等一下 你幹什麼 幹嘛說話題 一個一個來 洗不掉 沒有... 這個應該漱口漱不掉吧 一 三下白很清楚 就算滿好的 它的牙菌版 看 這個很好 來 換你... 好大聲 好大聲 他自己Cue再一次 好 起來 一 一 好 現在看誰把牙齒刷得最乾淨 紅色如果還在的話 表示它就是牙菌版還在對不對 表示沒刷乾淨 隨便 來 收到 在這個改靈的時刻 這兩個現在才開始 天啊 這種PK的方式感覺真好看 從來沒有 我們有各種比賽 我們台灣的這個 作業節目 刷牙比賽 什麼程式都有 刷牙比賽 就沒比過這個 對不對 好 用電動牙刷可以比較 刷得乾淨嗎 電動牙刷 用電動牙刷 有人在會 會不會刷得比較乾淨的林醫師 我想用電動牙刷是可以比較省時間 省力 因為它自己就在轉 那它刷的那個均勻度 它不會讓我們刷得比較乾淨嗎 其實 手動牙刷也可以做得滿好的 也可以做得滿好的 一般的牙刷呢 一般牙刷 我想你軟毛的應該經過鎮食 是比較好的 對牙齦牙齒都比較不會有傷害 那刷牙時間呢 大概呢 平均都在五到八分鐘之間 然後能夠在這時間之間 就已經算不錯了 但是如果刷牙刷超過五分鐘 基本上已經算久了 倒數10秒 10 9 8 7 6 5 4 3 2 4 4 5 5 5 3 5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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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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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會兒給我們做最後的解答 好不好 請先看法法的 法法再撐開一下 其實在牙齦部分我們覺得 因為它真的只附著在牙肉上 就沒關係了 它就沒有關係 這樣子啊 可是牙肉不用刷乾淨 可是牙肉上 牙肉上如果不刷乾淨 牙跟牙齒接縫了就這樣 就會容易有產生牙齦鹽 對 這難免 牙結實什麼的 不過這樣程度已經 算不錯了對不對 算不錯 我是非常注重牙齒的 很想用一下 好 來 林醫師請登堂 再來看看這邊 一 再一 來 大一 好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TOMOCO大概在右下方的 側門牙的地方 右下方側門牙的地方 稍微有一點點紅紅的啦 稍微的 下面喔 這邊 對 右下方這邊 對 所以就是說剛才濕力不均整 其實因為我看到它上面 好像有一些牙齒 比較不平整的現象 不平整 對 不太平整其實也不太好刷 所以如果說 是不是可以請牙醫師 稍微拋光一下 更平整 其實相信會刷得更好 拋光會讓它變得平整 我們可以用一些工具 讓表面變得更平 謝謝 像我們有些牙膏 美白牙膏裡面有那種顆粒的 它可以甜甜用 其實因為 如果是有顆粒的話 就代表它其實就是用顆粒的摩擦 去把牙齒表面的髒東西 把表面的色素把它磨掉 譬如說像醃夠 茶夠 直接把它磨掉 我們會建議我這樣的話 最好是不要每天用 因為時間久了 其實真的有可能會造成 這個牙齒的敏感現象 我想問一下 我是用黑色的那一罐牙粉 我知道答案是很難用 對 然後 剛剛我提到就是說 有吃完東西 或是說 喝完果汁那種酸的東西的時候 像喝完汽水 你說不可以馬上刷牙嗎 那大概多久之後刷牙是最好的 一般我們認為如果可以的話 稍等半個小時到一個小時 讓口水分泌比較多一些些 去綜合的這些酸性 這樣再刷 對髮型之後 牙本質就沒有傷害了 了解 所以一定要等一下下 來 聖典 沒有 因為我去出國的時候 我都會去買一些牙膏 去各個國家去買那個牙刷 可是有一些 某幾隻牙刷是特別的酸 可是它是強調美白的 那特別酸 這個是正常的嗎 還是不正常的 牙膏啊 對 牙膏 就刷起來特別酸 酸酸的 味道酸 感受酸 也都會有一點點 可是那種酸就是覺得說 知道這個牙膏是酸的 只有某一些牙膏會這樣 那代表其實可能它有些配方 讓您的這個牙齒 有敏感的現象 也就是說 其實您是屬於敏感性牙齒 剛好這個牙齒的配方 這個化學反應 讓牙齒神經有反應 最後 最正確的刷牙 應該做了重點提示 給現場所有喜歡 重視牙齒的美白的朋友 林子堯醫師的刷牙教室 要教你正確的刷牙方法 那通常會建議是 一定要從最困難的地方開始 一定要倒吃甘蔗 哪邊最困難 譬如說像我如果 是右手拿牙刷的話 那一定是右邊最困難 所以一定要先從右邊開始刷 不然左邊刷完了 其實一定會懶得刷右邊的 因為手這樣擺其實是 是不太舒服的 說得有道理 要輸個口 來 好 那我們在刷的時候 我們就先從右邊開始 一定要倒吃甘蔗 所以就先從後面開始刷 那其實傳統的刷牙方式 是建議說這個 在刷的時候呢 其實可能是前前後後 稍微這樣動 就前後這樣動 可是以現在 因為敏感性 因為敏感性 你牙齒的患者越來越多 我們現在比較不太建議水平刷 刷久了就像華盛頓 鋸櫻桃樹一樣 就把牙齒給鋸一個凹縫 所以我們現在開始 比較建議患者如果可以的話 上面的牙齒就直接往下刷 整個都學得滿快的 往下刷 我坐電視這麼久 沒有人這樣介紹刷牙 因為大家都是拿模型做嘛 我想說這個節目就是要這樣 都是拿模型 拿模型做怎麼會有效果呢 大家就覺得牙醫是做得到的 這樣才有誠意嘛 有的時候 而且你在那四十五度角 可以微微頂著牙齦 一定要頂到牙齦 有力往外刷 對 有力往外刷 上往下 上面的牙齒就往下刷 所以其實就可以一路往前刷過 一路往前 對 面好圈圈那種 其實如果說是這樣 這樣繞圈圈按摩也可以 也就是我們盡量避免 乾唇的水平方向刷 可是那要軟毛喔 軟毛這樣的話是有按摩牙齦的效果 是的 軟毛 對 但我們這樣一路刷 就會開始在 慢慢往左邊走嘛 然後所以就刷到前面的門牙啦 前面的門牙之後 再繼續往左邊走 再往左邊走 所以大概這樣 整個外側 其實大概就刷到了 接著我們就刷咬河面 咬河面的意思就是指 牙齒會相碰到 就是向下牙齒咬起來的時候 會接觸到的地方 大概那個 那個比較簡單 大概這樣 後牙的咬河面 這樣刷就OK 好 這樣我們刷到 這邊就從左邊 繼續往前走 但是到前面的時候 這個問題就來了 這個大家要稍微 退後一些一些… 為什麼 其實我們在刷前牙的內側的時候 大概就是建議這樣一個 這口水會噴你大對不對 對… 真的啊 鏡子都是牙膏 就這樣子吧 所以這個上牙的內側 其實就可以清潔得到 就清潔得到 然後當然我們這個 就一直往右邊走 然後這個地方其實… 其實刷到後面的時候 因為我們是刷內側 水瓶刷是沒有關係的 因為其實在刷內側的時候 產生的力量並不大 如果還要上下刷就很累 但我很累啊 所以內側就不需要強求 所以一定要什麼油上往下刷 內側比較沒有關係 但是外側真的 因為外側都是大家 敏感性牙齒的一個主要原因 後面先這樣刷 結果其實下面下牙齒是一樣 所以當我們這樣從右… 上下比照辦理 下面比照辦理對不對 比照辦理就OK 所以就從右… 掌聲刷到手 如果說你有沒有電動牙刷的話 基本上它就會減少很多麻煩 你可以一顆一顆來處理 理理外外的 上上下下的你可以按到那個 沒有 唯一要那個 就提醒觀眾朋友 電動牙刷就讓它自己的那個 電動的速度去刷 你手不要動 對 不用手不要再動 因為很多人跟著動 所以它是白忙一場 基本上看完我們的節目之後 教會你各種知識 好 也希望大家在看完節目之後 上我們的官網跟我們繼續討論 還要投票我們下個禮拜 還有更多更其他精采的題目 希望大家跟我們一起繼續討論 只要你上網留言 我們還有美妝好禮送給大家 好不好 希望大家從今天起 都有一口非常漂亮 健康的牙齒 一定要花太多冤枉錢 知道了嗎 我們國民女王下次再見 晚安拜拜